各位好 欢迎收看由澳财网出品的澳财聚焦节目 我是主持人艾碧 今天我们请到了博满金兹首席分析师魏瑞昊先生 绍兴您好 艾美你好 其实自从这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澳大利亚限制中国短期签证持有人入境 已经是有四个月时间了 而且澳洲全面关闭边境也是有两个多月了 因此这导致了包括像中国留学生在内的 国际学生被迫延期甚至是取消了留学的计划 澳大利亚的各大高校也是深受影响 那么首席有没有什么数字可以量化一下 留学生在被限制入境之后冲击到底有多大呢 这些量化数字其实之前也已经被曝光和报道过比较多 其实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大学的收入受到严重的影响 而事实上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或者教育的出口 它的收入是非常高的 整体的澳大利亚高校从海外学生那里 一年能够收入高达可以说是80到90亿这样的一些数字 那么从目前来看 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打击使得留学生无法入境 会令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承受非常非常严重的损失 根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基本上澳大利亚的一些主要的学校 尤其是那些排名比较靠前的 以及位置在一些大型的城市 主要是悉尼和墨尔本的这些大学 他们的收入可能有三分之一 他的财政收入是来自于留学生的 根据最新的一些统计数字来看 一些大学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联盟 以及其他的一些研究机构 都认为在整个2020年的澳大利亚的大学的 他的收入估计比之前几年要大幅度下降 30到40亿澳元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那么这样的大面积的收入减少 直接将会导致可能有超过两万个大学的工作岗位的流失 而且这里面不仅仅只是一些行政岗 以及和留学生相关的一些服务岗位 还包括可能总的流失的工作里面 有三分之一是纯研究相关的学术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岗位 那么这个对澳大利亚的科研 对长期的国家发展来说 都是很难估算的巨大的损失 而且更要命的是 可以说从目前来看 今年下半年的第二个学年的重新的开门 进入留学生还是有问题 事实上之前的这些数字都更多反映在 也就是说在今年年初需要来澳大利亚读书的入学的奖的一些留学生 那么目前来看呢 七八月份重新开学的下半年的这个学期呢 也恐怕很难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大学呢 无论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呢 都是可以招收新的这个学生进入学的 而甚至可能六七月份能够进入澳大利亚 开始七月份澳洲下半年的这个课程的留学生呢 比上半年还要少很多 从这个数字来看呢 可能还将再损失个十几二十亿的这样的一些学费 其实我们知道像中国留学生近几年来一直是澳洲国际学生的一个大头 那么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的高校当中的比重到底是多少呢 而且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当前中澳的关系也是出现了一些波折 您觉得说这会不会造成今后几年留学澳洲人数的一个减少呢 应该来说影响会非常的大 我们这边有一些统计数据这方面数据是比较齐全的 比如说以2018年为例吧 全澳的接受留学生大概是48万嘛 我算不到一些 其中呢中国大陆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 占到了所有留学生的这个比例呢 可以说是来到了40%不到一点吧 是38 其次呢是印度尼泊尔等等 事实上呢前十国家当中呢有八个来自亚洲地区 只有两个也就是巴西和哥伦比亚呢 他们的这个是来自于南美地区 因此呢整个的这个中国方面的这个留学生的人数数量巨大 而且呢中国留学生的他所支付的这个学费也是比较昂贵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呢 中国留学生往往去选择那些生育更好盘定更前的高校 选择在那些更大的情的这个城市里面 这样的一些大学啊我们知道这些大学的收费其实是更贵的啊 从这个侧面呢也反映出了啊如果中澳关系呢进一步的紧张呢 是很有可能会给很多的留学生群体的造成很大的影响啊 甚至这种政治上这样一些紧张呢是对于一些很多的这个年轻来说啊 也会这个有很多的顾虑 很多时候不再只是说我现在进不了澳大利亚 甚至可能彻底放弃在澳大利亚留学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对澳大利亚的教育产业应该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首先您认为如果说留学生因为这个疫情等原因 人数出现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那么在最坏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的这个高等教育产业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 也就是说我们预估澳大利亚的这些大学 它的整体的收入在未来很多年都会下降20%到30%的水平 这意味着什么情况呢 意味着首先是一些中小型的高校 或者呢它的这个规模不是很大 它对留学生依赖比较高的这些大学呢 会出现着严重的财政不足 甚至不得不关门的这样的情况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一些中型的学校等等的 它主要依靠留学生 那么它的商学院造成了这个 或者带来了它大多数的收入 如果这一部分的收入没有的话呢 这些大学可能连生存下去都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样来呢 当然是高教或者是这个高等教育 整个产业的再一次整合 可能有更多学校需要合并才能够生存 甚至是被其他的这个高校所这个吞并和收购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即使是那些比较好的学校 他们的留学生占比也是非常高 那么过去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内呢 澳大利亚的对于这个联邦政府 对于高校的资金的投入补贴等等呢 是在不断的削减的 因为呢 他们可以招到更多留学生 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现金收入 使得呢 这些大学呢 对政府的这样的一些补助的依赖在减少 那么直接导致的是呢 如果我们去看过去几年的预算案 至少每次预算案呢 我们也都进行了一些分析 我们的观点一向是 非常不支持政府削减 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的 但是现实是呢 澳大利亚的这个政府拨款 在教育科研方面呢 尤其是在高校的这个拨款方面呢 是连续很多年的这样一个下滑 而且呢 由于大学的性质呢 使得他们也不能够去申请Jobkeeper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不仅仅只是一些大学规模的收缩 合并甚至关门 而且呢 会进一步呢 给澳大利亚的科研造成巨大的损失 而这个科研的损失呢 会进一步导致未来的这个技术发展 未来的澳大利亚长期的经济和社会 繁荣都会受到影响 其实就像您说 留学生因为这个疫情原因来不了澳洲 受影响的不单单是高校 甚至还有那些像留学中介 以及衣食住行等各个相关配套和服务行业 那首先您能否介绍一下说 目前像这些行业受到的冲击有多严重呢 这些行业的冲击器可以就是非常的巨大 因为学生来了或者几十万学生来了 那么它带来的不只是这几十亿的学费 他们需要在澳大利亚本地进行生活 于是乎呢 他们的所有的吃穿住行全部都是消费 那么这些消费都是在带动经济的 有一些最直观的感受 比如说在最新的数字显示 澳大利亚的CBD的公寓的空置率 急剧上升 上升数度远远超过了一些 郊区的公寓的空置率 或者郊区的住房空置率 一个很核心的原因 我们知道不仅仅只是因为疫情 导致一些人收入减少等等 而是因为CBD公寓有大量是租给留学生 因为大学往往它的位置离市区并不是很远 所以有大量留学生是住在CBD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由于留学生无法再进入 就出现了公寓空置距非常高 而且专门针对留学生的 这样的一些住房或者投资房的价格 也出现了比较大面积的一些下滑 而这个情况可能在经济之内 都没有办法进行改观 如果说像你所说的比较差的情况出现 就是明年或者后年整个留学产业依然受损的话 那么整个CBD的市中心区或者大学相关区域的一些配套的住宅 及其他设施 它们的需求就会急剧下降 使得这些地方都会承受很大的冲击 那么除了住房之外 还有像零售 像餐饮 以及甚至一部分的代购 包括像留学移民中介 当然留学移民中介在这个里面 是属于非常小的产业了 它涉及到的就业人数非常低 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知道 盛行的 最近在墨尔本或者西尼也比较盛行的一些送餐 尤其是华人主导的一些送餐的公司 他们的主要用户是 所以他们主要用户其实很多是留学生 虽然说在疫情到来的时候 有些人不得不采用外卖 开始使用这些用餐 但是在疫情过去之后 如果留学生不能及时回来的话 这些往往是以市中心为主要基地和主要市场范围的送餐的 这样的一些公司也会受到影响 他们也雇用了不少一些送餐员等等这样的一些员工 所以这个影响会一波一波的往外扩张 波及到整个市场或者整高带来经济的方方面面 您刚提到这个移民产业 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放大来说一说 因为我们知道说有相当比例的留学生在毕业之后 是想要留在澳洲工作 甚至是移民澳洲的 那么如果疫情问题导致留学生的数量 在今后几年当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 这会不会对未来的这个澳洲移民产业 乃至于整个经济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肯定会 留学生的话它最主要的是带来的是随之而来的技术移民 事实上技术移民依然是澳大利亚比较重要的农久移民的来源 相比起比如说像一些商业或者投资移民的话 技术移民的数量高得多得多 那么移民的数量是直接影响经济的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说过移民它的核心对经济影响一定是正面的 因为它所带来的所谓的抢走工作的数字并不高 相反它提供了大量的额外的消费 以及人口的一个持续的增长 留学其实本质上是移民的一个上流产业 在很大程度上 那么留学进一步的留学人才的丢失意味着未来几年的移民的人数的申请的来源也会出现减少 这是一个在时间线上逐渐来传导下来的过程 所以目前的留学产业的问题其实真的不仅仅只是这么几个大学的问题 也不仅仅只是大学里面的那些工作人员 那些教授工作人员能保住的问题 也不仅仅只是市区的公寓能不能租出去 送餐还有多少学生会订餐的问题 而是到最后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良好的趋势会出现问题 那等到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才是真正宏观经济受到巨大影响 而且很难能够修补的问题 好的 感谢首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澳洲高等教育产业的相关内容的话 欢迎您关注并订阅澳财网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澳财网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